對於有團體及人士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撤回決定及重啟政改諮詢, 我必須再三強調,這是不切實際及不可能的。 亦無法令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得以落實。 憲制程序上,有關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五步曲已經走了兩步。 下一步應該是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方案, 爭取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因此憲制程序上,不存在所謂撤回決定。 再者根據決定,假如行政長官普選的具體辦法, 未能經法定程序獲得通過。 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需繼續沿用2012年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因此,不存在所謂重啟政改諮詢的空間。 按照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 諮詢文件就行政長官普選的具體辦法, 列出以下四項重點的議題,諮詢公眾。 第一,提名委員會的構成及產生辦法。 第二,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程序。 第三,行政長官普選的投票安排。 以及第四,行政長官普選的其他相關問題。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 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 而各界別的劃分,以及每個界別中何種組織可以產生委員的名額, 則由本地法例加以規定。 各界別法定團體根據法定的分配名額和選舉辦法自行選出委員。 鑑於決定已經確定提名委員會的人數為1,200人, 由四大界別各300人組成, 而委員產生辦法維持目前基本法附件一的規定不變。 我們可以視乎有否足夠的支持, 在本地立法階段, 就提名委員會四大界別下的界別分組構成, 每個界別分組的人數, 以及有關界別分組的選民基礎, 作適當的調整。 在考慮上述問題時, 我們亦需要考慮有關的調整是否設實可行, 確保提名委員會具有廣泛代表性, 體現各界別均衡參與, 有利於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和各界別分組選出真正能夠代表該界別分組的人士等, 並須尊重各界別分組的意願, 以及獲得相關界別分組的廣泛支持, 否則在政治上將難以達成共識, 更旺論得到立法會的通過。 根據決定, 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2至3名行政長官候選人, 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 在設計提名程序時, 我們應確保每名提名委員會委員的權利平等, 以及符合法定資格的人士向提名委員會爭取提名的權利平等。 在設計具體提名程序時, 我們可以考慮將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程序分為委員推薦和委員會提名兩個階段, 並採取較現時低的門檻,具高透明度的提名程序, 令提名過程更具競爭性。 提名委員會的運作需具透明度, 並應考慮如何提供適當平台, 讓參選人有公平和充分的機會向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 以至到市民大眾解釋他的政綱和理念,爭取支持。 這些安排在實際上是希望將普選階段的高度競爭氛圍, 以及市民的積極投入,提早在提名階段出現。 至於提名委員會決定提名二至三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投票方法, 有鑑於每名候選人均需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 諮詢文件提出了一人三票、一人二至三票、一人最多三票和逐一表決的選項, 供公眾考慮。 在落實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時, 全港合資格選民可以從提名委員會提名的二至三名候選人, 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行政長官人選。 我們可以考慮以下的投票制度。 即第一,得票最多者當選。 第二,兩輪投票。 以及第三,其他投票制度, 例如排序複選制, 或者補充投票制。 就提名委員會的任期, 我們需要考慮提名委員會的任期是否維持現時選舉委員會五年任期的安排, 或是改為任期, 到尤其提名的行政長官宣誓就職為止。 就如行政長官人選不獲任命的重選安排, 我們建議修改現行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對普選行政長官人選不獲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情況作出規定。 就行政長官的政黨背景, 由於香港現時未有政黨法, 社會各界對這個議題也未有明顯的共識, 我們建議維持現時法例 就行政長官的政黨背景相關規定。 不及待的那種方法, 在那種呢可以選擇補充製ón,